龍城戲院 在對面海九龍城 獅子石島 和丙達 道 的交計。 這屬於新九龍內地段 第 3995 號,快地乘9805 平方英尺, 在明治三十一年7月1日起計,七十五年期租約, 每年都是270 匹西子那麼大把。 大東亞聖戰結束後,超和二十七年1月27日星期日, 當日是淫神龍年征月大年初日,開門做生意, 當時只有千多個位,無冷氣壇,得風扇吹。 第一出影畫戲是《紅線女跳喉系》, 拉米魯家萍小燕妃、佩張英、粵語小片聯鳳和明。 最初設計防映粵語片為主, 兼同海羅組廣府大喜督督督督督。 不過,正正閣, 也找到像老娘般的美女, 來跳舞做牛肉場, 全嬌過頭,被麻打攪檔。 超和三十二年5月6日星期一攪檢裝修, 加建二樓四百多個超等座位。 加上便宜了一千四百多個超等座位, 裝上花氣冷氣, 暑假未開翻映出家裡古巴採的西片四海一家。 龍城戲院的總管是林牧先生。 超和四十五年住假, 雷企組班主, 在樹開蘇組歌舞, 雄鐘、麥青、 馮嫂波、 鄭錦昌、 鄭蕭秋、 陳曼娜、 和香港玉女李昆兒, 有兩齣鞋取歌劇情種, 和花花世紀。 超和四十七年未到暑假便撿了, 與 相關的日差合約, 其是租 約數不能 多到期了。 南北 作詫 諸宗 ,